第531张戚风联手,高空之上,一片寂静,显然所有人都是被那万丈水兽的消息所震撼。那可是万丈水兽啊,实力极其的可怕,若是单个圣子遇见他的话,恐怕谁都只有掉头逃窜的份,根本不可能正面迎战。 而且万丈水兽将会产生一些灵质,能够指挥水兽,一旦当他出现时,必然会围剿我们戚风,百年前那一次圆池祭,当时的戚风弟子,也是被这样被全部淘汰。 李清缠望着周元,夭夭,缓缓地道,谁都没想到,今年的圆池祭,竟然会出现这样的变故,所以为了避免最后我们全部被淘汰,我们经过商议,需要戚风联手,所有的圣死更是必须集合力量,狙击万丈水兽。 这就是我们此行前来的目的,周元皱着眉头,也是有些头疼,显然是被这突然间杀出的万丈水兽搞得有些措手不及。 对于那所谓的万丈水兽,周元虽然没见过,但也对其抱着极大的危机感,毕竟千丈水兽的威能如何他是亲身体验过的,而连千丈都是如此,更别提万丈级别了。 如果搞不好,恐怕不等他们坚持到圆池祭结束,他们个风弟子,就会被那万丈水兽禁术的淘汰。 那到时候可真是一场笑话了,孔圣眼盲微微闪烁了一下,淡淡的道,要我们出手也可以,不过我们剑来风有着条件,那就是立即将剑来风所困的弟子放出来,同时圣元风不仅要将那些夺走的圆水禁术奉还,还得赔偿。 周元文言,顿时笑了笑,道,孔圣师兄,咱们也就不用废话了,还是继续打吧。 开什么玩笑,眼下明明是他们圣元风战局上风,这孔圣竟然还有脸开出这种条件。 这里皆是圣子,哪里有你一个首席说话的地方。 赵竹冷声道,周元面色平淡,根本没有多跟他废话,直接一挥手,道,吞吞,打他。 吼,在外人面前,吞吞还是很给周元面子的,当即发出雷鸣般的咆哮,庞大的身躯暴射而出,风里的爪子上黑光闪烁,直接撕裂虚空,对着赵竹狠狠地拍去。 赵竹见状,面色一变,双手结印,澎湃元气呼啸而出,化为一道淋漓无匹的剑影,与吞吞提爪撞击在一起。 当,金铁之声响彻,有着狂暴的波动肆虐,那剑影却是在吞吞那一爪下,生生被拍碎开来,而赵竹的身影也是闪现而退,避开了吞吞的攻击范围,面色有些阴沉恼怒地盯着周元。 周元,孔圣此时也是冷喝出声,摇摇手中的原文笔轻轻一抖,一道道原文便是迅速地成形,环绕在周身,随时准备攻击孔圣。 一时之间,双方眼看就又要展开大战,助手,其他圣子纷纷出声阻拦。 周元面无波澜地道,诸位师兄师姐,你们不就是想要集合十大圣子之力对付万丈水兽吗?没事,夭夭和吞吞完全能够顶替这两位。 李清禅有些无奈地道,能多两位圣子,胜算自然更高一些啊。 周元平静地道,那就麻烦各位师兄师姐能够劝一下孔圣师兄,擦亮眼睛看看现在的局势。 先前的愚蠢条件,就莫要再说出来丢人了。 我们可以把剩下的剑来风弟子放出来,不过也就仅此而已了, 圆水是我们剑原风弟子辛苦争夺而来,退市不可能退的,至于赔偿。 剑来风仗着人多,围剿我剑原风,这般结果,只是就由自取罢了。 孔圣眼神寒怒,死盯着周元,而后者也是毫不退让,眼神冷烈地与他对视。 李清禅沉吟了一下,看向孔圣,道,孔圣师兄, 圆池既还未结束,损失的圆水可以再列取。 我们其他五风可以给你们一些补偿, 当然前提是你们会全力与我们联手,对付万丈水兽。 叶哥也是微微一笑,道,孔圣师兄, 这也算是我们的一些诚意了,而且此事关乎到所有弟子, 若到时候因为剑来风的缘故,导致真的全部淘汰, 恐怕个风的怨气,都会对着剑来风而去,那可就真是犯了重怒。 孔圣面色有些难看,道,叶哥师弟,你这是在威胁我吗? 叶哥摇摇头,笑道,实情如此,孔圣师兄应该知晓的。 孔圣沉默下来,心头满是憋屈之意, 他怎么都没想到,此次围剿圣元风, 最后确实会将他们剑来风逼到如此狼狈的境地。 他知道叶哥所说不假, 如果这次真的是因为他们剑来风的原因,导致戚风都被团灭, 那么重怒之下,可以想象往后他们剑来风的弟子会有多不被待见。 孔圣心中思绪翻转,最终深吸一口气,压制着心中的憋屈, 有着声音从牙缝尖崩出来,放人。 周圆淡淡一笑,对着腰腰点点头, 扣着手中原文笔轻轻一抖,有着诸多原文呼啸而下, 落在了明天结界中,顿时结界震动起来, 最后渐渐地消散而去。 而随着明天结界的散去,被困在其中的剑来风弟子顿时狼狈地冲天而起。 不过此时剑来风弟子的数量,已是连千人都还不到。 望着如此惨重的损失, 孔圣与赵竹的脸皮都是忍不住地抽搐一下, 而其他圣子也是暗暗扎舌, 目光忍不住地多看了周圆与妖妖一眼。 这两人,可真狠了,直接把剑来风的弟子淘汰了数千人。 不过不管如何,眼下的双方,总算是压制了下来。 李清晨微松了一口气, 道,只要我们能够连起手来, 万丈水兽虽然厉害,不见得就对付不了他。 当然,他声音顿了顿, 美模糊地看向一旁的楚清, 道,也希望楚清师兄不要再滑水了。 楚清闻言,顿时一愣, 然后英俊无眉的脸庞严肃起来, 一正言辞地道,清晨师妹, 我要在这里郑重地申明一次, 我从来都没有滑水, 我每一次的战斗,都是倾尽了全力。 如果你在这样污蔑我, 雷玉峰的吕精神师弟也在这里, 我将会向他控诉你的这种污蔑行为。 然而,对于他的这种慷慨激昂的辩驳, 其他圣子都是面带微笑, 但那眼神中透露出来的意思分明是我信了你的邪。 唯有一名容貌秀美, 皮肤异常白皙, 显得颇为小家碧玉的轻衣女孩咬了咬红唇, 小声道,我相信楚清师兄。 他是沧玄峰的另外一位圣子, 名为苏秀。 楚清感激地看向苏秀, 道,还是苏秀师面眼力好, 不愧是咱沧玄峰的人。 苏秀白皙小脸微红, 羞涩地低头不敢看楚清。 李清禅无奈地看了他一眼, 他如何不知小苏秀对楚清的心思, 所以只得摇摇头, 美眸看向众人, 道,既然如此, 那接下来我们就各自指挥弟子, 全部汇聚一地, 然后开始商讨, 如何对付那万丈水兽吧。 此次虚的齐心协力, 不然的话, 百年前那一代七封弟子, 就是我们的前车之剑。 若是大家不想以后的苍玄宗弟子 在参加圆池祭时, 每次都要将我们提出来当作反面教材的话, 那就得竭尽全力一次了。 诸位圣子一想到那一幕, 便都是忍不住地打了一个寒战, 然后用力地点点头。 这一次, 万丈水兽必须死。 第532章磨练之意, 圆池中央, 一座巨大的岛屿之上, 如今的这里, 成为了整个圆池中最为热闹的地方, 七封的弟子全部都云集于此, 显然是打算抱团, 供与那即将来到的大危机。 而七封弟子汇聚, 唯有那见来风的弟子不甚开心, 因为他们发现其他风的弟子 都是以一种诡异的目光瞧着他们, 他们走到哪里, 都是惹来指指点点语窃窃私语, 让他们感到极为的憋屈。 不过憋屈之下, 他们也是无口辩驳, 毕竟连他们自己都没想到, 弟子数量今晚的见来风, 再加上两位圣子, 一位首席。 如此阵容, 最终竟然会在圣元风的手中 输得如此凄惨。 实在是丢脸到他们自己都脸红, 而与见来风的憋屈相比, 圣元风的弟子, 则是发现他们的地位 似乎是提高了许多, 以前的他们, 在宗门内几乎是小透明一般的存在, 其他风一般都不太在意, 有时宗门接取任务时, 别人一听是圣元风的人, 便是连忙找各种借口推托, 让得圣元风的弟子恼火异常。 而现在在遇见其他风弟子, 那种态度比起以往不知道好了多少, 这倒是让得圣元风的弟子 有些欣喜与感激。 当然, 那种感激并非是冲着其他风弟子而去, 而是冲着周圆与夭夭。 所有圣元风的弟子都清楚, 如果不是周圆与夭夭的存在, 他们圣元风想要和剑来风叫板, 那真是一响天开的事情。 所以, 如今圣元风的弟子, 皆是在庆幸着周圆成为了他们的首席。 岛屿中央最高的一座山峰上, 一座临时搭建的亭格中, 不仅楚清、 李清禅等十大圣子齐聚, 连格丰的首席弟子, 也是汇聚此处, 几乎是云集了七风的真正精英。 厅堂内, 有着元气形成光幕, 化为了一幅地图。 李清禅觉美帝撬脸威胁民众, 欲指指着地图西北方向的某处, 到万丈水兽的波动, 便是从此处传出, 此前我们派过弟子查探, 在那附近, 有着无数水兽汇聚, 难以靠近。 那种波动在越来越强, 如果所料不错的话, 应该是万丈水兽在真正成行, 按照这个情况, 最多两日, 万丈水兽就会成行。 到时候, 他应该会第一时间将我们这些元池中的异类, 清除出去。 屋内众人面色皆是凝重, 面对着那万丈水兽, 想来都是察觉到了压力。 能否在其未能彻底成行前, 将其斩杀, 周元呼得出声道, 幼稚, 狂妄, 赵竹瞥了周元一眼, 冷笑出声, 虽说眼下双方结束了争斗, 但赵竹显然还是因为见来风的惨败而心有芥蒂, 亦有机会, 自然少不得一番讥讽。 拜君之将, 周元淡淡地道, 也没有留情, 赵竹顿时面色铁青, 周元却是不理会他, 看向李清禅, 后者也是摇摇头, 解释道, 首先是时间来不及了, 再加上那水受躲于原池其深处, 而我们在原池中, 消耗极大, 不可久留, 所以不可能深入去将其斩杀。 而且, 那万丈水兽中围, 有着无数水兽保护, 其中不乏千丈水兽。 周元眉头微皱, 原池中的威压对他而言倒是不成问题, 他可以长时间停留其中而不在乎消耗, 但他却不可能无视那重重防御。 那眼下的情况, 就只能等待万丈水兽成形, 然后主动来攻, 我们则是可以一代劳, 集中力量, 与其相斗。 叶歌缓缓说道, 万丈水兽虽然厉害, 但若是我等联手, 倒不见得斗不过他。 张春秋笑道, 他的眼神略显火热, 充满着战意, 并没有因为万丈水兽的可怕就产生巨异。 其他圣子也是点点头, 能够成为各封圣子, 他们自然也是天交般的人物, 有着自身的傲气, 自然不会被那万丈水兽的胸威所吓倒。 我倒是有另外一个问题, 孔圣忽然淡淡出声, 若是这万丈水兽最后真被我们所斩杀, 那该如何分配其圆水? 此言一出, 众人顿时一静, 眼中略过火热之色。 千丈水兽的圆水, 能够领得他们享受八龙洗礼, 但至今为止, 尚未出现过最高级别的九龙洗礼, 按照他们的估计, 那恐怕需要品质极高的圆水。 而万丈水兽的圆水, 绝对能够达到要求。 也就是说, 如果能够得到万丈水兽的圆水, 他们甚至能够达到最高层次的九龙洗礼。 如今的这些圣子, 都是处于太初进九重天, 他们在倾尽一切的积累自身元气底蕴, 为未来突破神附近做准备。 但到了这个层次, 气海内的元气星辰每多一颗, 就得花费极大的努力。 而九龙洗礼, 无疑能够让得他们的元气底蕴大涨一步, 面对着这种诱惑, 就算是在场这些个风圣子, 都是渴望之急。 季风能够如此顺利地联合在一起, 除了万丈水兽的威胁, 同样也是因为他所带来的巨大诱惑。 季风沉默了半赏, 最终李清禅开口道, 谁若是能出最大的力斩杀万丈水兽, 当想其五成元水, 剩余五成, 众人按战斗贡献分配。 其余人闻言, 想了想, 也是点点头, 如此一来, 倒是能够激励人全力而战, 毕竟按照他们的估计, 想要得到九龙洗礼, 恐怕最起码也得需要五成的元水。 既然如此, 那就按此行事。 当岛上七丰弟子都是开始严正以待时, 在那圆池之外, 清阳长教等高层, 都是在注视着这一幕。 呵呵, 雪莲峰的清禅丫头, 倒是有着大将之风。 清阳长教目光洞穿一切, 自然也是将李清禅在联合七丰间所取得的作用, 不由得赞赏道。 连一封主闻言, 也是微微一笑, 道, 倒是清禅愉悦了, 这些本该是楚清失职该做的事。 清阳长教无奈地摇摇头, 那个被揽家伙, 也指望他能主动拦起这些事。 长教知晓楚清被揽, 那就不该搞出这些事。 白眉丰主笑道, 他言中所指, 自然便是那万丈水兽, 因为灌入圆池的圆龙器, 都是由长教掌控, 他只要多释放一些, 自然就会形成万丈水兽。 清阳长教轻轻一探, 道, 玄圆洞天即将现世, 到时整个苍玄天的年轻骄子都将会云集, 其中必然会有着腥风血雨, 我此次弄出万丈水兽, 也是想要有着磨练之意。 在这宗内的试炼, 我等还能给他们应急护身, 可经了那玄圆洞天, 却是唯有依靠自身, 一旦不慎, 便是身孕。 毕竟, 那玄圆洞天内, 方才是真正的危机四伏, 不仅有着诸多凶悍元兽, 凶险之境, 还得小心其他胶子的谋算, 以往玄圆洞天开启, 哪一次我宗内的胶子, 没有买骨其中的。 而如果他们连这般磨练都过不了, 那玄圆洞天, 还是少去为妙吧。 听到清阳长教此话, 其余人也是微微沉默, 最终点了点头, 知晓了长教的苦心。 他们的目光投向圆池, 望着那岛屿上云集的各封弟子。 期望这些小家伙能够知晓长教苦心, 好好的表现一场, 莫要让人失望了才是, 第533张水兽公岛。 万丈水兽的消息, 因为之前担心引起慌乱, 各封圣子都未曾公开, 直到此时七封汇聚, 方才开始将消息放出来。 而当消息出来时, 也的确不出众圣子意料, 岛内瞬间轰动, 无数弟子惊慌失措, 哀红遍野。 我的天, 我没听错吧, 竟然出现了万丈水兽, 怎么会这样, 上一次万丈水兽出现, 还是百年之前, 据说那一次圆池记中, 当时的七封弟子几乎全部被淘汰。 完了, 那万丈水兽根本不是我们能抵御的。 我们辛苦这么久, 难道最后就要因为这万丈水兽而失败吗? 不要惊慌, 百年前那一次, 七封弟子被逐个击破, 方才被淘汰, 但这一次不一样, 各封圣子早有遇见, 所以我们七封才汇聚在这里, 只要我们团结起来, 万寿水兽又能如何? 没错, 只要我们上下一心, 就不信那万丈水兽能怎样? 只要他敢出现, 七封圣子, 定能将其降服。 类似的声音在岛内每一处地方响起, 不过好在各封圣子, 首席都是在暗中引导, 倒是未曾让得诸多弟子失去崩溃, 反而是渐渐地因为对万丈水兽的恐惧, 让得各封弟子彻底地凝念起来。 因为他们都知道, 如果不联手, 那么这一次, 谁都讨不到丝毫的好处。 当然, 最主要的原因, 还是因为七封圣子坐镇于此, 这是各封弟子心中最大的底气。 毕竟, 七封圣子, 代表了他们苍玄宗这一代弟子最顶尖的力量。 而两日的时间, 也是在这种压抑地让人喘不过气的气氛中, 转瞬即过。 当那第三日来临的时候, 那一刻, 几乎所有的弟子, 都是能够清晰地感觉到, 整个园池中的天地元气, 似乎都是变得狂暴起来。 呜,呜, 尖利的名号声, 在岛上刺耳地响彻起来。 最高的山峰上, 十大圣子以及各封首席皆是站在此处, 此时他们的目光望着远处的海平线, 只见得那里, 海水仿佛都是在沸腾起来。 隐隐地, 能够听见无数水受咆哮的声音, 李清禅翘脸凝重地望着这一幕, 道, 无数的水兽在对着这个方向而来, 看来是那万丈水兽在驱使。 传令下去, 各封弟子退入四周结界, 以此为首, 若是水兽闯入, 直接斩杀。 他的声音落下, 立即有着弟子将命令传了出去, 顿时整个岛内戚风的弟子 都是紧张有序地 退入岛内四周的诸多结界内。 这些结界, 是这两日夭夭, 叶哥两人率领林文峰的弟子不知而下。 望着各封弟子退入结界, 李清禅的美眸看向了中原等数位首席, 道, 若是出现千丈水兽, 各封首席当率各封金锐子带弟子, 联手绞杀。 千丈水兽实力极强, 单独的首席怕是难以应对, 所以也必须联手。 至于我们, 李清禅看向楚清, 孔圣等圣子, 深吸一口气, 道, 若是万丈水兽现身, 那便全力相迎吧。 他顿了顿, 认真的道, 我们是七封弟子最后的期望, 如果我们解决不了那万丈水兽, 那么此次的圆池祭, 我们七封都将会空手而回。 我们身为圣子, 平日享受宗派最好的修炼资源, 地位与尊崇, 而眼下, 也该为我们的身份做一点事了。 他那绝美帝容颜, 在此时显得冷冽, 但却又是有着一种让人心动的魄力, 其他圣子面色也是微微一粟, 漠不作声地轻轻点头。 他们都明白, 此时苍玄风七封的弟子, 都在看着他们。 空,空, 当李清晨一系列的命令发布出去后不久, 岛屿四面的海域上, 开始愈发地沸腾, 各种奇形怪状的庞大水兽, 遇水潜行, 发出震耳欲龙般的咆哮声。 密密麻麻看不见尽头, 岛屿四周, 七封弟子望着这般阵仗, 也是面色略显惊惧。 此时此刻, 仿佛整个圆池的水兽都是汇聚在了这里, 那般阵容, 尾时有些可怖。 无数水兽破水而来, 最后几乎是没有丝毫停顿的, 便是直接冲进了岛屿四周所布置的结界之中, 狂暴的元气爆发, 显然是打算岛屿淹没。 轰轰, 水兽冲入结界, 各封弟子犹豫了树西, 然后下一刻, 铺天盖地的元气洪流呼啸, 化为种种元素攻击, 遮天蔽日地对着那些水兽轰杀而去。 于是整个天地, 都是在此时震动起来, 刺杀声响彻, 那一幕, 壮观到了极致, 无数水兽被青客皆轰杀成渣, 不过也有一些弟子措手不及被水兽击中, 当即化为流光冲天而起, 直接被淘汰。 此时的岛屿四周, 宛如是化为了绞肉鸡一般, 不论是水兽还是戚风弟子, 皆有损伤。 刺杀惨烈, 不过不论戚风弟子的反抗有多激烈, 那些水兽都是源源不断, 汉不畏死地从四面八方冲来, 发出咆哮, 试图将岛屿踏平, 将其风弟子驱赶而出。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四周的海域上, 开始有着体型庞大的水兽出现, 隐隐地, 已是达到千丈规模。 这些水兽, 皆是散发着强悍的威压感, 所过之处, 其余水兽纷纷散开。 截舰内的各风弟子也是察觉到了这些千丈水兽, 当即便是慌乱起来, 它们的实力, 比喻寻常水兽还能做到, 但如果遇见千丈水兽的话, 显然势力有不歹。 各风首席, 领队出击, 狙击千丈水兽, 最高处, 李清缠望着这一幕, 立即到。 在那一旁, 各风首席皆是面色肃然, 而周元也身处其中, 文言点了点头。 若是我见来风的首席尚在, 想必会更稳妥一些, 只是可惜, 有人下手太狠, 若是此次有失, 倒是该论则。 照竹目光看来, 呼得冷笑道, 苍玄峰首席唐沐欣, 林文峰首席金章等首席文言, 都是看了周元一眼, 显然也是听出那赵竹是在指责周元不该将百里车淘汰。 周元面容平静, 道, 既然我能将百里车淘汰, 那自然说明我比他强, 我留下来顶替他, 自然会做得更好。 他言语也没有什么客气, 直接表明百里车被淘汰, 只不过是继不如人。 你, 吃了一个软钉子, 赵竹也是微怒, 但知晓现在不是教训周元的时候, 只能冷哼到, 牙尖嘴利, 倒是要看你能有什么表现了。 周元晒然一笑, 没有再理会于他, 直接与其他首席同时略出, 与此同时, 各自有着百刀身影紧随在他们身后, 那是各封的金瑞子带弟子。 六支由各封首席弟子带队的顶尖队伍, 将会狙击斩杀出现的千丈水兽。 刷, 六支斩首队伍略出岛屿, 各自分开直射那些出现的千丈水兽而去, 数十息后, 激烈的战斗便是在那海面上爆发开来。 千丈水兽实力极强, 单独交锋的话, 各封首席怕是难以取胜, 但如今各自带了一批顶尖子带弟子, 自然整体战力并不逊色千丈水兽。 所以, 当这些斩首队出现后, 千丈水兽也是被逐渐的阻拦。 岛屿四周的海域上, 激烈的厮杀战斗如火如荼, 不过虽说暂时地阻拦下了水兽的围攻, 但所有弟子都没有丝毫地放松, 因为他们知晓, 此次的围剿, 那最为可怕的存在, 尚未出现。 而在那最高处, 各封圣子, 也是周身元气涌动, 随时处于戒备之中。 这种情况, 持续了约莫半炷香的时间。 妖妖忽然抬起翘脸, 看向了西方。 两膝后, 楚清挠了挠头, 目光也是投向西方。 紧随两人之后, 其他圣子也是陆陆续续地将视线投去, 神声道, 来了。 只见得在那西方的海域上, 忽有滔天巨浪席卷, 在那巨浪之中, 有着巨大无比的影子若隐若现, 最后踏着巨浪, 对着这边而来。 这一刻, 无数骇然的视线, 投射而去, 只见得那里, 一头浑身透明如水晶的万丈身影, 携带着恐怖的威压, 出现在了所有的目光中。 那道身影, 双足直立, 宛如擒天之柱, 踏似直行的巨兽, 生有六臂, 赛发着无法形容的狂暴之气, 讨笑之间, 一动山摇。 望着那道巨影, 就连诸位圣子, 面色都是变得凝重起来。 万丈水兽, 时隔百年, 终于是再度现身于这原池记中。 第534章众圣和战, 万丈庞大的巨兽踏浪而来, 整个天地间的元气仿佛都是在此时沸腾, 一股无法形容的狂暴之感, 如风暴般自万丈水兽体内吸陷而出, 搅动着风浪。 无数道视线望着那万丈水兽时, 都是带着浓浓的震撼。 与此相比, 就算是以往那些让得众多弟子渴望不可及的千丈水兽, 此时都是显得有些不足一体了。 吼, 万丈水兽身躯透明如水晶, 身躯庞大如山, 生有巨大的六臂, 宛如直行的六臂凶兽, 凶悍得无一辅加。 这就是万丈水兽吗? 正率领着精锐队伍围剿千丈水兽的中原, 抽空抬头, 他望着那道巨影, 吸了一口冷气, 面旁变得极其的凝重。 简然也是感应到了这万丈水兽之强, 而连他都是如此, 更何况其他的弟子, 一个个面色都是有些发白, 一时间胆气都被震慑, 竟被诸多水兽杀得连连败退。 反观那些水兽, 则是因为万丈水兽的出现, 仿佛是受到了某种加持一般, 冲杀起来愈发的疯狂。 次周的局面, 在此时变得极其混乱起来, 而岛屿最高处, 李清禅等圣子也是发现了这般变化, 当即眼神皆是一鸣。 各位, 准备出手吧。 李清禅深吸一口气, 道, 其他人也是面色凝重的点点头, 他们的出手, 才是整个局面中最重要的地方, 如果他们无法打败这万丈水兽, 那么此次击封弟子, 必败无疑。 秋, 十一道身影化为流光升空而起, 吞吞则是被夭夭抱在怀中, 他们呈扇形般的散开, 直接是出现在了万丈水兽的前方。 空, 没有任何的犹豫, 李清禅等人体内澎湃的元气爆发开来, 元气如狼烟般升腾, 直升云霄, 堪称是波澜壮阔。 时大圣子一出手, 便是显露出了远超个丰首席弟子的元气底蕴。 强悍的元气威压, 自天地间散发开来, 一时间, 倒是抵御下了那源自万丈水兽体内的狂暴之气。 后, 万丈水兽望着那阻拦在前方的十数道身影, 也是发出了咆哮之声, 六臂挥舞, 猛然轰在海面上。 空, 海面犹如是被撕裂, 无数道水柱宛如巨大长枪斑爆射而出, 铺天盖地地对着天空上的十数道身影轰击而去, 那每一道水柱之中, 都是蕴含着狂暴的力量。 诸位圣子体内有着磅驳元气席卷而出, 化为元气洪流, 与那呼啸而至的水柱硬汗在一起, 顿时距声响彻, 暴雨如柱般的倾泻于天地间, 连视线都是变得模糊起来。 诸位圣子头顶, 元气形成庆云, 有着光芒垂下, 将它们护于其中。 它们的目光, 皆是冷冽地锁定着万丈水兽, 雄魂澎湃的元气, 在体内如洪流般翻腾。 幺幺与叶歌手中的元文笔迅速地自虚空落下, 一道道复杂晦涩的元文成形, 最后化为光流呼啸而出, 落在了其他圣子的身躯之上。 元文犹如活物一般, 在其他圣子身体表面流转, 不断地汲取着天地元气。 这是一些高品级的辅助元文, 能够增幅元气攻势、防御, 同时还能够吸取天地元气, 补充自身消耗。 当元文附体、李清禅、楚清等众位圣子也是猛然暴射而出, 下一瞬, 让得无数弟子面色动容的凶悍公事, 也是铺天盖地地对着万丈水兽呼啸而去。 那每一道公事, 都是蕴含着惊人之威, 吼, 而面对着诸位圣子的公事, 那万丈水兽六臂狠狠地砸了一下胸膛, 发出低沉巨响, 无形的凄浪震荡开来, 下一刻, 他六臂挥舞, 剧权上凝聚着极端狂暴的元气, 圣子正面迎上, 丝毫不惧对方人多。 空, 空哦, 双方正面碰上, 那般动静, 可真的是翻江倒海, 这片海面都是在此时不断地崩塌, 滔天巨浪在战斗余波中成形, 疯狂地对着思念八方冲击而去。 一些倒霉的弟子与水兽都是被卷入其中, 周圆远远地望着这种程度的战斗, 他能够清晰地感觉到, 这些圣子的实力, 的确远超他们这些首席弟子。 虽说很多首席都隐隐有着踏入九重天的实力, 但到了九重天, 讲究的是元气底蕴。 如今周圆体内的元气星辰, 约莫在五千多颗的数量, 而类似那百里彻, 顶多也就六千左右。 但眼前这些圣子, 按照周圆的估计, 就算是排名第十的赵竹, 恐怕其元气底蕴, 都是远远的超过了一万之数。 这就是这些圣子的底蕴, 面对着如此凶悍的圣子, 就连周圆也不得不承认, 此时的他, 恐怕就算是面对着排名第十的赵竹, 都很难有几分的胜算。 除非他借助隐隐的力量, 或许才有可能正面一战。 因为双方在元气底蕴这上面, 差距的确是太大了。 我还有着一些路要走, 周圆深吸一口气, 看来就算如今是成为了首席弟子, 他也不得就因此有所放松。 这些圣子能够有此底蕴, 乃是经过诸多苦修, 他想要追赶而上。 还需要一番努力。 如果这次的圆池记能够获得九龙洗礼, 那对于元气底蕴, 应该会有着极大的提升。 周圆舔了舔嘴唇, 眼中略过一抹炽热。 不过, 这般念头暂时只能想想, 因为九龙洗礼不仅是他垂涎, 甚至连这些圣子也是异常的渴望。 想要从中分得足够支撑九龙洗礼的圆水, 恐怕并不容易。 空,空, 而当周圆这边心思转动时, 那远处海面上的战斗, 愈发的狂暴, 那万丈水兽战斗力尾时可怕, 即便是面对着众圣子的围攻, 依旧是不落半点下风。 空, 万丈水兽六臂挥舞, 其中两只巨掌坚猛地搓出了一颗巨大的元气光球, 光球一甩, 便是撕裂虚空, 狠狠地对着李清禅暴轰而去。 不过当那光球即将轰中李清禅时, 一道身影出现在了其前方, 正是伤春秋。 只见得他双臂交叉在身前, 暴鹤如雷, 皮肤之上有着金银玉光绽放, 那些玉光, 仿佛是在皮肤表面, 形成了奇异的纹路。 在其体内, 同样是有着精湛的荧光涌现。 可然是比周圆那小玄圣体还要强横的真正玄圣体。 苍玄宗最强的肉身, 砰, 狂暴的元气光球轰中伤春秋, 风暴肆虐, 下方的海面都是被撕裂开来, 而伤春秋的身影也是宛如炮弹般地在那海面上砸出一个又一个的巨坑。 不过待得他身形停下时, 只是衣衫破碎, 并没有被重创, 那般抗奏能力, 叹得无数弟子惊叹不已。 不过他在硬抗了一击时, 其他圣子则是趁机爆发出猛烈的攻势, 铺天盖地地轰在那万丈水兽庞大的身躯上, 令得其身躯表面有着涟漪绽放。 这万丈水兽的防御, 同样惊人, 吼, 而与此同时, 有着一道凶悍无匹的兽吼声响彻, 一道暗金光芒撕裂虚空, 吞吞威武凶悍的身影出现在了其后方, 蜂蜜的爪子之上, 黑色的光弧闪烁跳跃, 释放着极其危险的波动。 吃啦, 他拿蜂蜜爪子撕裂下来, 诡异的黑光似乎连虚空都裂开了痕迹。 爪子掠过万丈水兽的身躯, 竟是生生地撕裂开了一道巨大的裂痕, 黑光闪烁, 犹如是具备着某种吞噬般的力量, 不断地侵蚀着万丈水兽体内的元气。 哦, 吞吞这一击, 可谓是凶悍, 那万丈水兽也是发出了刺耳的咆哮声, 六臂挥舞, 拳风重如山月, 一拳将吞吞得到射而出。 联手, 攻击吞吞撕开的地方, 摇摇轻喝出声, 李清禅他们闻言, 也是毫不犹豫地出手, 一道道澎湃元气攻势迅速凝聚成形, 下一瞬间, 十道元气洪流宛如流星般划过天际, 掀起滔滔巨浪, 技术地轰在了先前吞吞力爪撕裂的地方。 轰, 那般攻势威力, 伪失可怕, 即便是以这万丈水兽, 都是被轰得哀嚎出声, 庞大的身躯在那海面上画出长长的痕迹。 诸多弟子望着这一幕, 顿时发出了欢呼之声。 这一次, 显然众圣子是对万丈水兽造成了不小的创伤。 不过与其他弟子的欢呼雀跃相比, 李清禅等人倒是脸色凝重地盯着远处的万丈水兽, 如果这大家伙如此容易就会被击败的话, 百年前那一代的戚风弟子, 也不会最后被全部团灭淘汰了。 吼, 海面上, 万丈水兽在咆哮着, 他那六支去避猛地深入圆池之中, 顿时海水形成巨照, 将他笼罩, 而所有人都是能够感觉到, 此时此刻, 似乎圆池中的元气在疯狂地对着他汇聚而来。 李清禅等人试图攻击, 但发现都被那水罩给阻拦了下来。 这万丈水兽似乎要动真格的了, 李清禅凝重地道, 楚清习惯性地摸了摸他那光溜溜的脑袋, 道, 我之前看过宗内的一部典籍, 上面倒是提及过一些这万丈水兽, 据说这玩意能够演变出好些厉害的手段, 其中最麻烦的一种名为龙弦真水, 乃是汲取元龙气所化, 此水不仅无可摧毁, 而且还能连通人池, 令得万丈水兽拥有着难以枯竭的元气, 极其的棘手。 那龙弦真水是何模样? 有人问道, 楚清随意地道, 似乎呈现暗黄色彩, 不过万丈水兽想要演变出这般手段也要看运气, 而我们不见得运气会这么差的, 放心。 声音落下时, 他感觉周围似乎一下子安静了许多。 于是他疑惑地抬头, 却是见到李清禅他们面色都是有些不好看的盯着前方, 他的视线也是随之而去, 然后脸上的笑容便是一僵。 只见得此时, 在那海面这上, 万丈水兽仰天长笑, 而在他那庞大的身躯上, 原本晶莹的色彩, 在开始渐渐地化为暗黄之色。 那暗黄之色就宛如龙弦一般, 流淌在其表面, 隐隐间, 发出了低沉的龙吟之声。 圆池沸腾, 源源不断地元气涌来, 只见得那万丈水兽身躯上先前被众人撕裂的创口, 便是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修复起来。 一股更加惊人的波动, 自其体内散发而出。 高空中, 众人沉默, 然后那一道道目光便是冷冷地看向楚清。 这个乌鸦嘴, 楚清被众人那愤怒的目光看得也是多缩了一下, 尴尬得难难道, 不至于吧。 第535章龙弦真水, 吼, 波涛汹涌的海面上, 万丈水兽仰天咆哮, 那自其体内爆发出来的元气波动, 直接是将四周的海水狂暴地推开, 形成了一片真空地带。 而其庞大的身躯上, 暗黄色的液体流转, 宛如一层水罩, 覆盖在其身体表面。 低沉的龙银声, 若有若无的传出, 令得此时万丈水兽的凶悍气势, 都是节节攀升, 引得空气震荡。 众圣子望着这一幕, 面色都是有些不太好看, 显然也是发现此时的万丈水兽, 比之前更加的凶悍了。 不过万丈水兽变得再凶悍, 它们此时也无法后退, 所以众人对视一眼, 下一瞬, 几乎是同时间暴射而出。 空,空, 穷魂惊人的元气一波波地 自众圣子体内横扫开来, 一道道威力惊人的元素 在他们的手中施展而出, 最后宛如长虹灌日一般, 铺天盖地地轰击在了 那万丈水兽身躯之上。 不过, 面对着众圣子的攻势, 那万丈水兽却是躲也不躲, 立于原地, 任由那些元气攻势落在身躯上。 公公, 然而, 那些威力惊人的攻势, 落在其身躯上, 竟只是令得那暗黄色的水衣绽放出阵阵涟, 然后便是被技术化解而去。 万丈水兽庞大的身躯, 稳如磐石, 李清禅他们见到这一幕, 面色变得更加难看了, 他们显然没想到, 这龙贤真水, 竟然如此变态。 后, 万丈水兽发出长笑, 六臂虚卧, 滔滔元气席卷而出, 卷起万众水浪, 竟是化为了一道巨大无比的水柱。 水柱呼啸长空, 震裂了虚空, 狠狠地对着刀空上的众圣子挥杂而去。 那般速度, 快若奔雷, 众圣子急急避开, 唯有那赵竹晚了一步, 被那巨大的水柱重重扫中。 砰, 他的身影顿时狼狈地倒飞了出去, 在那海面上画出万丈长的痕迹, 面色微白间, 一口鲜血便是喷了出来, 显然是有所受创。 砰, 万丈水兽得势不饶人, 直追赵竹而去, 试图先行将其击破。 不过, 在其身形刚冲出的瞬间, 海面忽然炸裂, 有着一条巨大的水龙咆哮而出, 张牙舞爪地缠绕而上, 将其捆覆在原地。 那水龙之中, 流转着诸多原文, 赫然是一道原文所画。 高空中, 妖妖欲手握着原文笔, 冷声道, 还不攻击。 其他圣子健壮, 也是再度出手, 澎湃元气冲天而起, 再度化为连绵不进般的攻势, 狠狠地轰向万丈水兽。 空, 空, 整个海面都是在此时被轰裂开来, 形成巨大的真空, 海水都无法倒灌而回。 远处无数地自望着这一幕, 都是暗感骇然, 诸圣子出手, 果真是凶悍得无法形容。 空轰, 诸圣子的狂暴攻击, 持续了十数分钟, 方才渐渐地平息下来, 而在这等狂轰猛炸下, 就算是连绵山脉, 都将会被夷为屏蔽。 狂暴元气造成的震荡渐渐地消散, 无数道视线投向那元气轰炸之地。 只见到那里, 万丈水兽的身躯似乎是缩小了一些, 不过在其身躯表面, 龙弦真水缓缓地流转, 依旧是将其守护的固若金汤。 虽然万丈水兽有所受创, 但显然远远未曾达到众圣子的预料。 后, 万丈水兽被这般元气轰炸, 也是怒笑出声,身体上龙弦真水爆发出光芒, 只见得圆池中有着滚滚元气涌来, 迅速地灌入其体内。 于是, 短短数息间, 那刚刚还被众圣子轰炸得身躯有所缩小的万丈水兽, 便是再度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起来。 不行, 那龙弦真水太麻烦了。 李清禅银牙微咬, 道, 他们如此猛攻, 都未能将万丈水兽击溃, 而只要他撑了下来, 立即就能借助龙弦真水汲取圆池中的力量, 恢复自身。 如此来说, 只要拥有着龙弦真水, 这万丈水兽在圆池中几乎是立于不败之地。 而反观他们, 不管元气在雄厚, 总有枯竭之时。 这样拖下去, 对他们极为的不利, 如果破不开他那护体的龙弦真水, 这场战, 恐怕也没必要继续下去了。 孔圣面无表情的道, 就算破不开龙弦真水, 也不能放弃, 张春秋沈声道, 那你说怎么打, 他能从圆池中汲取力量, 耗下去我们必输无疑。 孔圣冷声道, 张春秋眉头紧皱, 显然也是感到头疼万分, 众圣子对尸一眼, 皆是沉默下来, 这万丈水兽的龙弦真水让得他们有些束手无策。 而在他们这里沉默的时候, 那后方戚风的弟子也是能够感受到这边的僵局, 一时间也是有些骚动, 毕竟他们同样是看见了众圣子联手似乎都无法对 那万丈水兽造成毁灭性的伤害。 如果连众圣子都是无法对付那万丈水兽的话, 那此次的圆池祭, 恐怕所有人都得空手而回, 而这对苍璇宗七封弟子, 无疑都将会造成不小的打击。 周元也是察觉到了那边的状况, 当即眉头微皱, 眼中掠过一丝忧虑, 他其实看了出来, 那万丈水兽实力虽然强, 但众圣子联手再加上摇摇吞吞, 不见得就不能对付他。 只是谁都没想到那万丈水兽身躯外的暗黄水衣如此的厉害, 不仅防御力惊人, 还能够吸收圆池的力量。 正因为这东西的存在, 众圣子方才会感到如此的棘手。 周元轻叹一声, 那边的战斗层次颇高, 此时的他怕是还难以插手, 而且想必就算插手了也是毫无作用, 所以眼下, 还是只能希望众圣子能够打败万丈水兽, 不然的话, 他们此次也将会空手出局。 高空上, 面对着无果的商议, 李清缠银牙一咬, 道若是不行, 也只得应来了, 我道真想试试, 在我们元气耗尽前, 能不能将他这乌龟壳打碎。 其他人闻言, 眉头皱了皱, 这个办法最为的粗暴直接, 但说实在, 他们并没有多少的信心能够跟着万丈水兽笔持久力。 毕竟不论如何, 这里都是圆池, 水兽拥有着无法想象的地理。 要破解这龙弦真水, 道也并非是没有法子。 而就在此时, 忽有一道清澈的声音传来。 众人一正, 目光转去, 然后便是汇聚在了妖妖的身上。 妖妖你有办法, 李清缠喜道, 其他人也是眼神有些惊疑, 万事万物, 自有克制之法, 这龙弦真水虽然霸道, 但要将其压制, 并非是没有办法。 妖妖不急不缓地道, 我, 你能做到, 张春秋惊讶地道, 妖妖摇了摇头, 道, 我做不到, 其他人一致, 孔盛冷声道, 那你说什么? 妖妖唇脚未先, 似笑非笑地道, 我做不到, 自有人能够做到。 众人疑惑地对视一眼, 道是那照逐呼地冷笑一声, 讥讽道, 难不成你又要说, 那能做到此事的人, 会是那中原不成吗? 妖妖看了他一眼, 起手微点, 看来你倒还并不是蠢得无药可制吗? 第536章周园参战, 腰腰清澈悦耳的声音传开, 也是引得周围众圣子一正, 然后眉头便是微微一皱, 这里的战斗层次不低, 周园虽然是首席, 并且之前还战胜了百里车, 但说实在的, 跟众圣子相比, 周园的底蕴还失落了一些。 理论而言, 这里的战斗, 周园并没有资格插手。 哼, 一个首席弟子, 你也太高看了一些。 赵竹怒笑道, 若非是忌惮夭夭以及一旁虎实淡淡的吞吞, 恐怕先前夭夭说他蠢那话, 他必然是忍不了。 孔尚也是淡淡的道, 夭夭师妹, 这万丈水兽可还没解决呢, 没必要急着将心思打到其原水上面去吧。 他言语倒是狠辣, 直接是夭夭的行为定义为 试图让周园也在万丈水兽原水上面分一杯羹, 如此吃相, 必然为其他圣子所不喜。 李清禅, 叶歌这些熟悉夭夭的圣子, 倒不会如此之想, 而李清神那些之前与夭夭并未交际的圣子, 虽然并未出生, 雷头却是皱了皱。 既然如此, 那就当我什么都没说吧。 夭夭那绝美帝欲言上充斥着淡漠, 也没有多说的意思, 道吞吞, 走吧。 他竟是就打算直接撤走了, 他的性子本就比较淡薄, 这苍玄宗内除了周园与吞吞外, 其余者他并没有太过的感情, 所以就算是放任戚风团灭, 他心中都不会有半点的波动。 其他圣子见到他如此形式, 也是愣住, 显然没想到夭夭形式如此的杀法果断, 这种局面都能说走就走。 李清禅连忙上前拉住夭夭, 他可是知晓后者的性子, 还真是能够做出这种事情来的。 孔圣师兄, 赵竹师弟, 夭夭竟然会这么说, 那自然是有着他的道理, 眼下局面已成僵局, 莫非你二人还有什么办法不成。 李清禅美眸头像孔圣二人, 沈生道, 叶哥也是孝道, 成语不成, 也得事后才知晓, 周园师弟进入苍玄宗后也是屡创奇迹, 虽说让他来试试的确有些匪夷所思, 但万一又出现奇迹了呢? 其他圣子此时也是回过神来, 夭夭语吞吞也算是主力输出, 如果他们侦撤了, 那他们面对万丈水兽的压力就更大了。 当即他们也是纷纷出言, 表示赞同, 一时间只有孔圣与赵竹面色阴翼, 只能编闷的一句话都不说, 他们也没想到夭夭如此跳脱, 说了挑子就了挑子。 夭夭, 既然你说周园有办法, 那你就将他叫来试试。 李清禅美目看向夭夭, 问道, 夭夭其守微点, 心念一动, 便是有着一道神魂之力远远的传向周园。 而正在战斗中的周园, 收到这神魂传信, 也是有些惊恶, 微微犹豫, 便是对着身边的队伍吩咐了一声, 身影升空而起, 在那无数道疑惑的目光中 掠向了远处高空上的众圣子。 随着周园接近, 众圣子有些审视的目光也是投射而来, 一些熟悉还罢了, 为四旅精神, 杨子霄这些并未与周园打过交道, 只是听过其名的圣子, 则是上上下下地打量着他, 似乎想要看出他究竟哪来的本事, 能够掺和这种级别的争斗中。 怎么回事, 周园对着众圣子抱了抱拳, 然后目光看向夭夭。 李清禅修长玉直指了直远处那头万丈水兽, 直接明了的道, 那头万丈水兽演变出了一种手段, 名为龙弦真水, 防御极强, 并且能够连通缘池, 自身缘气缘缘不断, 我们联手也是有些难以打破, 但夭夭说, 你能打破。 话到最后, 连他都是犹豫着看了周园一眼。 其他的圣子, 也是将目光聚焦在周园的脸上。 周园也是微正, 他看了看夭夭, 然后面色平静, 从容不迫地道, 原来那岸黄水衣叫做龙弦真水吗? 众圣子瞧得他这幅模样, 倒是有些惊讶, 难道周园还真有这种本事? 倒也不是没有办法, 不过我得先和夭夭商量一下。 周园微微一笑, 然后便是拉着夭夭走向一旁, 手掌一挥, 元气将两人笼罩, 防止声音传出。 元气光照不下, 周园脸庞上的从容顿时垮了下来, 苦笑道, 你搞什么东西呢? 连你们这么多圣子都打不破那龙弦真水, 你指望我。 夭夭道士饶有兴致地瞧着周园变脸, 道, 你先前不是表现得很自信吗? 周园撇撇嘴, 道, 那些人一脸怀疑, 我能表现出一点不确定吗? 特别是那孔圣和赵竹, 就盯着我挑错呢? 至已至此, 表现得失措让人嘲笑, 还不如装作镇定从容呢? 而且既然妖妖会将他叫来, 虽然他也不知道他有什么作用, 但想必妖妖自有谋划。 果然, 妖妖美眸头向远处的万丈水兽, 道, 那龙弦真水的确很麻烦, 不过那种麻烦是对于其他人而言, 可对于你来说, 却并算太大的麻烦。 为何? 周园疑惑地问道, 他之前也看见了, 连众圣子联手, 一时间都无法打破那龙弦真水。 龙弦真水, 乃是那水兽从原龙脉灌注进入原池的龙气中凝炼而成, 其本质, 是因为有着龙气的存在, 所以方才会具备如此微能。 天地之间, 龙气万种, 但却同根同源, 我说别人只能以蛮力打破龙弦真水, 而你却不用, 最主要的原因, 便是因为你体内所蕴含的圣龙之气。 腰腰红唇微起, 缓缓地道, 圣龙之气, 周园微感恍然, 原来如此。 那我要怎么做? 万丈水兽虽诞生了一些灵性, 但终归还算不得是生灵, 智慧有限, 只要你找寻机会, 将一丝圣龙之气侵入那龙弦真水中, 自然会令其产生变化, 而龙弦真水也会在那一时间失效, 只要我们抓住机会, 便能彻底将其重创。 腰腰微笑道, 周园闻言, 这才如是重负地松了一口气, 还好, 听起来并不算特别的困难。 那就这样做吧, 周园点点头, 如果不解决掉这万丈水兽的话, 他们所有人都将会空手而回, 这显然不符合周园的预想。 所以能够出一份力, 他自然也是义不容辞, 助手是要出手的, 不过好处也得拿够。 腰腰悠悠说道, 说完, 他便是踏出元气光照, 周园跟在他身旁。 商量好了, 究竟行不行, 赵竹冷眼看来, 眼神中充满着怀疑, 龙弦真水交给周园便可。 腰腰说道, 其他圣子文言, 虽然还是有些惊疑, 但显然是松了一口气, 腰腰竟然敢这么有底气, 应该是有几分把握的吧。 不过, 腰腰的声音呼得一顿, 如果周园真的破解了龙弦真水, 那当算是最大贡献, 所以最后我们也斩杀了万丈水兽的话, 那其元水, 周园应分三成。 他美目看向众圣子, 缓缓地道, 三成, 而此言一出, 众圣子皆是微精。 要知道这里加上腰腰与吞吞的话, 便是有十二人要分元水, 平均下来一人都不到一成, 而如今周园一来, 竟然就要分三成。 赵竹更是面色铁青, 忍不住的立合出声。 你简直就是痴人说梦, 他一个首席, 哪来的资格吃三成下去? 也不怕被撑死。 第537章破解真水, 我不同意, 赵竹的立合声响起, 显然是心中的不满大到了极致, 在他看来, 能够允许周园来帮忙以示, 让其出风头的事了, 结果这小子竟然还想分三成元水。 简直就是做梦, 妖妖师妹未免也太不将这万丈水兽的元水当一回事了吧。 孔尚也是淡淡地道, 言语间有些不满, 其他圣子虽未曾说话, 但显然都是觉得三成太过了。 之前我们说过, 分配以贡献来算, 莫非你们觉得打破龙弦真水不算什么贡献? 妖妖美眸惊冷地看向众人, 道, 若是如此的话, 你们谁行, 那就谁上, 事后他要分三成, 我也没有意义。 那孔盛与赵竹皆是一致, 若是他们能够破解龙弦真水的话, 也不会拖到现在了。 但是要让三成给周园, 实在是有些无法接受。 毕竟那是万丈水兽的元水, 而元池中, 多少年才会出现一头。 众人沉默了一下, 李清禅见状, 微微沉吟, 道, 三成的确是多了一些, 不过如果周园真能够破开龙弦真水, 那的确算是贡献最大者, 两成的话, 应该还算公允。 怎样, 他看向两边, 我无所谓, 能赶紧解决掉他就行。 楚清笑呵呵地道, 其他圣子健壮, 最终也是点点头。 孔盛, 赵竹二人面色不渝, 但见到众人皆是同意, 自然也不好再反对, 只能打算先看情况, 毕竟对于周园真的能够破解龙弦真水, 他们还是抱着一些怀疑的。 腰腰想了想, 也是没有再反对, 周园有两成元水, 如果再加上他与吞吞所分的那两份, 应该能够勉强达到九龙洗礼。 而一旁摇晃着尾巴, 正欣欣念念地期待着那万丈水兽元水的吞吞, 却是并不知道, 他的那一份, 还没有到嘴, 就已经被强行地分配了。 准备八, 我们出手缠住那万丈水兽, 周园你自己找寻机会。 腰腰看了一眼远处那已经彻底恢复的万丈水兽, 道。 吼, 这个时候, 那恢复的万丈水兽咆哮起来, 六支去逼砸了砸胸膛, 似是有些挑衅, 狂暴地波动, 一波波地自他体内席卷出来。 众圣子健壮, 也时招呼, 瞬间暴食而出, 滔滔元气涌动, 与那万丈水兽激烈的战成一团。 周园立于高空, 望着那激烈无比的战圈, 也是暗暗扎舌, 与这里相比, 他之前跟百里车的交锋, 其实都算不得什么了。 这些圣子, 真不愧是苍玄宗精心栽培的翘楚之辈。 而当周园立于高空时, 在那后方, 无数戚风弟子的目光也是带着狐疑的投射到他的身上。 他们如今也是看了出来, 似乎周园要加入到众圣子与万丈水兽的战斗中去, 可这让得他们倍感不可思议, 虽说周园打败百里车展现出了惊人的实力, 但这显然还远远没资格达到圣子的层次。 所以他们不明白, 周园在这种层次的战斗中, 究竟能够取得什么作用? 特别是那些见来风的弟子, 既是在迪姑, 似乎是那周小妖强行将周园拉进去的, 这是想要在万丈水兽的圆损上多分一点吗? 这种话传出, 也是引得不少弟子皱着眉头,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吃相未免太难看了, 万丈水兽眼下还没解决呢, 就开始想着分配问题了。 不过也有着更多的弟子道, 那周园加入其中, 必然有着一些道理, 不然其他圣子不可能会同意的。 但不管他们如何作响, 心中皆是明白, 究竟如何, 看下去自然就清楚周园加入其中的作用了。 扑通, 而在那无数目光的注视下, 周园明示战场一会, 呼得便是化为流光略下, 一头便是撞进了圆池之中。 化虚数, 身形潜入圆池, 周园的身形顿时迅速的虚化, 宛如融入了海水中一般, 连自身气息, 都是在此时完美地收敛起来。 空,空, 海面之上, 让人炫目的激战还在持续, 万丈水兽凶悍无匹, 六臂挥舞, 狂暴的元气不断地对着围绕在周身的众圣子轰去。 而众圣子也是毫不手软, 一道道凌厉惊人的元气攻势毫不留情地轰击在其庞大的身躯上。 不过, 那万丈水兽的龙贤真水实在厉害, 看似薄薄一层, 但却固若金汤, 任由众圣子如何狂轰猛炸, 都是无法将其破开。 而借助着龙贤真水, 即便那万丈水兽一亿敌众, 却依旧是越战越凶, 战斗之激烈, 看得后方无数弟子都是头皮发麻。 那周园究竟行不行? 激战中, 赵竹怒喝道, 他们这里激斗半天, 那周园却是不知松颖, 而万丈水兽身体上的龙贤真水也没有半点被破解的迹象。 孔圣诞声道, 小妖师妹, 若是周园师弟没这本事, 那就赶紧撤回吧, 我们再考虑其他的对策, 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 这水兽元气不断, 我们虽然抵运不浅, 但也经不住这种消耗。 李清晨等圣子也是美目看向妖妖, 欲言欲止。 妖妖一如既往的俏脸淡漠, 并不理会众人, 只是手中原文笔略下, 形成道道复杂原文, 吸取天地元气, 形成公式, 轰向万丈水兽。 不要停, 继续拖住他, 李清晨银牙轻咬道, 其他圣子文言, 也只能继续加大攻势, 只是那心中对周园的期盼 显然是在渐渐的减弱。 而当海面激战不断时, 在那海水中, 周园近红须画般的身影, 已是接近了万丈水兽下方。 万丈水兽的巨族, 踏入海水中, 宛如两座山岳矗立于海中, 周园的身影与之相比, 倒是宛如楼一般的渺小。 不过也正因如此, 当他接近时, 那万丈水兽并没有任何的感应。 周园接近, 伸出手掌, 停留在了那覆盖万丈水兽身躯表面的龙弦针水外, 下一刻, 只见得其掌心有着血红色出现。 赫然是怨龙毒, 怨龙毒微微蠕动, 在周园的催动下, 有着一缕缕血金色的气流悄然地释放出来。 那种气流, 极为的神妙, 当其出现时, 隐约带着龙银声, 四周的天地元气都是受到引动。 绝金色的气流, 与那暗黄色的龙弦针水接触, 不过却并没有出现任何的排斥, 而是直接毫无阻碍地就融入了进去。 周园见状, 顿时大喜, 果然如妖妖所料。 空, 而在那高空上, 激战还在持续, 而那赵竹因为之前就受创, 所以屡屡被万丈水兽的攻势逼得颇为的狼狈。 当他又是闲闲避开那万丈水兽一记狂暴的元气光球时, 终于是爆发了, 面色铁青地喝道, 中原, 如果你没那本事, 就给我滚出来, 不要耽搁我们时间。 摇摇面无表情, 精致雪白的下巴轻轻一扬。 吼, 吞吞顿时咆哮出声, 毫不犹豫地放弃了攻击万丈水兽, 转头便是化为一道流光, 对着那罩竹暴射而去, 锋利的爪子闪烁着黑光。 当, 不过一旁有着一道锋利的剑光呼啸而至, 将吞吞力爪阻拦而下。 孔盛怒视妖妖, 喝道, 你做什么? 妖妖根本没有回答的意思, 手中原文笔一抖, 便是有着诸多原文成形, 化为漫天火雷, 火雷凝聚, 形成巨大的火雷之蟒, 虎视眈眈地锁定了孔盛。 一时间, 这高空顿时混乱起来, 其他圣子也是一阵头大, 这下面的万丈水兽还没解决呢, 结果上面就自己打起来了。 李清禅也是感到心累, 正要说话, 忽然地震了下来, 有些难以置信地望着下方那万丈水兽。 龙弦真水, 破了, 他的声音传开, 顿时令得混乱的上空一径, 众圣子惊恶的目光立即投射而去。 然后他们便是见到, 此时那万丈水兽身躯表面的暗黄水衣忽然紊乱震动起来, 然后那暗黄水衣便是溶解开来, 顺着那庞大的身躯不断地滴落下去。 短短不过树兮, 那让得众圣子头疼万分的龙弦真水, 便是在此时溶解得甘前静静。 高空中, 正面色铁青的罩竹望着这一幕, 脸庞也是一点点的僵硬了下来。 那孔圣的眼中, 同样是掠过一丝震惊之色。 龙弦真水, 竟然真的被那周园给破解了。 第538章喜提真水, 哗啦啦, 万丈水兽庞大身躯上, 暗黄色的龙弦真水不断地溶解流淌而下, 最后露出了其本身那透明如水晶般的身躯。 高空上, 原本还处于内乱中的众圣子都是在此时停了下来, 眼带着一丝震惊地望着这一幕。 龙弦真水, 真的被破解了, 这周园, 竟然还真的做到了。 众圣子目光死死地望着海水中, 他们显然有些无法想象周园究竟是怎么做到这一步的。 那龙弦真水的强悍, 他们亲身体验过, 然而连他们都是束手无策的东西, 却被周园如此轻易地化解了。 赵竹的面旁, 也是在此时有些阴晴不定, 有些火辣辣的感觉, 先前他还在质疑周园, 然而眼下的事实直接宛如一巴掌狠狠地甩到了他的脸上。 怎么可能, 他忍不住地喃喃道, 看来他是有着专门克制龙弦真水的手段, 在其身侧, 孔盛深吸一口气, 缓缓地道。 也只有这种答案, 才能够解释为何周园能够轻易地破开龙弦真水, 因为凭借他本身的实力, 是绝对不可能隐瞒力破之的。 赵竹闷着嘴, 现在想周园究竟是用什么手段破开的龙弦真水已经不重要了, 而让得他更为心痛的是, 这岂非是说带得他们斩杀万丈水兽后, 那两成元水周园是拿定了。 而反观他与孔盛, 恐怕加起来都没这么多。 这让得赵竹略有不愤, 在赵竹这里不愤的时候, 在那后方, 戚风无数弟子也是见到了万丈水兽的变化, 当即有着无数的惊呼声爆发出来。 虽然他们未曾身处战局, 却是能够感受到众圣子对万丈水兽身躯外那层暗黄水翼的束手无策, 而眼下水翼忽然被迫, 任谁都是能够知晓, 这应该就是因为刚当参战的周园的缘故。 这让得诸多弟子也是感到不可思议, 毕竟连众圣子都无可奈何的事情, 周园竟然能够做到。 这周园首席果然是手段, 难怪连百里车都栽在了他的手中, 厉害啊。 不过也真是多亏了他, 如今那暗黄水一被迫, 众圣子应该能够解决掉万丈水兽, 这对我们而言, 乃是天大的喜事。 如此来看, 此次元池祭, 我们戈风, 怕都是要成周园首席一个人情了。 戈风弟子皆是散叹, 一时间对周园颇为的推崇, 毕竟解决了万丈水兽, 那是能够让所有弟子受益的事情。 面对着其他各风对周园的赞叹, 见来风的那些弟子也是不敢再嘲讽, 只能默默地交话给吞回肚子, 他们知道, 此时再言语攻击周园的话, 恐怕他们会引来众怒。 高空上, 众圣子也是从那一丝震惊中清醒过来。 周园已经做到了他做的事, 接下来就该我们了。 李清晨美眸带着一丝一色地看了一眼海水中, 然后轻喝道, 其他圣子也是点点头, 连纳孔圣与赵竹, 都是眼神冷烈地锁定了万丈水兽, 周园破开了龙弦真水, 如果他们还不能将这万丈水兽斩杀, 那么他们这些圣子此次, 恐怕就是真要让其他弟子有些失望了。 毕竟, 堂堂圣子, 表现确实不如一个首席, 怎么看都是无法交代的。 空, 下一刻, 澎湃强悍的元气, 再度自重圣子体内爆发而起, 宛如风暴, 刺虐于天地间。 吼, 万丈水兽发出愤怒的咆哮, 巨足狠狠地踏入海水中, 似是想要将那个将他龙弦真水破开的楼衣踩死一般。 不过还不待他将注意力投向海水中, 众圣子磅驳的攻势, 已是倾泻而至, 铺天盖地地落江在其庞大的身躯之上。 砰, 砰, 狂暴的元气爆炸, 宛如烟花一般, 不断地在万丈水兽身躯之上绽放开来, 那每一道攻势, 都是灵力凶悍到了极致。 而在失去了龙弦真水的保护下, 万丈水兽终于不复之前的刚猛, 每一次的元气爆炸, 都将会令得他发出愤怒的咆哮, 水晶般的身躯上, 有着急促的涟漪扩散出来。 他六臂挥舞, 搅动着元气, 试图阻拦对方的攻势。 但却没有多大的作用, 众圣子之前被他那龙弦真水搞得焦头烂额, 此时正是一肚子的邪火, 好不容易等到龙弦真水被迫, 如今都是发狠地将攻势提升到了最为猛烈的程度。 而不得不说, 能够成为苍玄宗的圣子, 都不是什么寻常人物, 待得他们真正联手认真起来时, 那万丈水兽也是渐渐地落入下风。 空, 空某, 一道道品级不低的元素, 在众圣子手中信手而来, 其中不乏达到中品天元素层次的, 而这种品级元素的威力, 从他们的手中施展出来, 比起周园与百里车显然威力都要强上许多, 这是因为双方元气底蕴所造成。 越是雄厚的底蕴, 所施展出来的元素, 无疑更为的强横。 围有了龙弦真水的制衡, 众圣子的威能, 也终于是开始展露出来。 海面上双方的厮杀, 可谓是惊天动地, 整片海域都被他们所搅乱。 两边都是杀红了眼, 而当双方陷入激烈的拼杀中时, 在那海水中, 周园却是借助着话虚数完美的隐匿自身。 目光透过海水, 瞧着上方的基站, 悠闲得点点头。 不错, 还蛮激烈的。 他笑眯眯着点评, 他这两成万丈水兽的元水, 收起来倒是出乎他意料的轻松, 不过没办法, 谁让其他人破解不了龙弦真水。 所以接下来他只需要躲在这里看着众圣子脉力拼斗, 最后坐收两成元水就可以了。 嗯, 而就在周园观看基站看得起静时, 他目光呼地移动, 因为他见到周深的海水中, 隐约有着一点点的暗黄光泽闪烁。 他心念移动, 神魂之力散发, 便是将附近那一点点暗黄光泽汇聚起来。 神魂之力形成的无形罩子中, 一滴暗黄色的液体, 静静地悬浮着, 隐约兼有着低沉的龙银声传出。 这时, 周园望着那暗黄液体, 微微沉默, 半闪后, 眼中有着射人的金光暴射出来。 这熟悉的暗黄液体, 赫然便是先前被他破解的龙弦真水。 简然, 这时先前被溶解的龙弦真水落入了海水中, 还未曾消散。 周园不由自主地舔了舔嘴唇, 下一瞬, 他的身影闪电般地暴射而出, 神魂之力扩散开来。 海水之中, 一点点暗黄光芒开始自四面八方飞来, 最后汇聚在周园的掌心上。 短短不过数分钟, 周园便是将附近的暗黄光点尽数地收拢, 接着他便是眼神炽热地望着掌心上, 只见得此时的那里, 有着一团淤墨人头大小暗黄水球悬浮着。 水球之中, 散发着奇妙的波动, 隐隐地仿佛能够看见龙影在其中篡动。 虽然这些龙弦真水比不上之前那万丈水兽身躯上的雄厚, 但对于周园而言, 却是足够了, 毕竟他的身躯也没厚者那么庞大。 好宝贝, 周园眼神炽热, 先前连众圣子都是无法打破龙弦真水, 就足以说明此物强大的防御, 虽然周园手中的龙弦真水肯定没办法和万丈水兽的比, 但若是使用得当, 定然也会成为极为厉害的护身之宝, 而用在关键时刻, 也能取到逆转乾坤之效。 周园取出一支玉瓶, 以神魂之力将龙弦真水包裹, 灌入其中, 然后迅速地收起。 他心满意足地拍了拍手, 没想到躲在这海水中, 竟然都能有这般收获。 果然好人有好报, 周园感叹一声, 而若是那些圣子之小, 他们在上面拼死拼活, 周园却在下面安安稳稳地收获了一波龙弦真水, 怕是会直接郁闷地甩手罢工。 但周园收拢了龙弦真水, 时间已是过去了半炷香的时间, 他抬头望向海面之上, 而那里惊天动地般的战斗, 也终于是渐渐地出现了结果。 第539章消灭万丈, 这片海域, 在经历了先前那种惊天的战斗后, 已是被撕裂得千疮百孔, 周围靠近的一些岛屿, 早就被余波化为平地。 高空上, 众圣子也是喘了一口气, 他们望着下方海面上, 只见得那万丈水兽巨大的身躯被削掉了小半个, 六只巨壁, 也是被削断了四只, 唯有两只还在挥舞着。 从其身躯上散发出来的元气波动, 此时也是愈发的削弱。 简然, 经过众圣子一番激战, 这万丈水兽, 终归是落入了败局, 虽然此时的他还在愤怒地咆哮, 但显然结果已定。 众圣子见状, 都是如是重负, 这万丈水兽即便没有了龙弦真水, 但那抗奏能力, 也是让人扎舌。 他们这么多人狂轰猛炸半天, 才取得这般成果, 这还多亏得万丈水兽灵致薄弱, 不然真要封起来拼命, 他们不见得就会没有损伤。 不过好在, 总算要结束了, 砰, 而就在众人松弃的那一瞬, 那咆哮着似乎要冲出的万丈水兽残破的身躯忽然爆炸开来, 顿时有着极端狂暴的元气波动横扫。 海面被撕裂, 甚至连众圣子都是被波及, 身影狼狈倒射。 而那万丈水兽碎裂的身躯中, 所有人都是见到一道约莫数百丈左右的光影暴射而出, 直接是潜入了海水中, 然后宛如闪电般对着元池深处顿逃而去。 糟了, 他要逃, 李清缠翘脸一变, 急喝道, 其他圣子面色也是忍不住的一变, 没想到这万丈水兽眼剑要打不过了, 竟然直接舍弃了身躯, 打算顿逃去元池深处。 而若是真让得他逃去深处, 就连众圣子都没办法将其抓出来。 那样的话, 那元水就更别想了, 大半日的苦战, 也会化为无用之功。 该死, 狡诈的东西, 众圣子怒骂出声, 此时那万丈水兽身躯爆炸的冲击波还在肆虐, 他们一时间即便想要出手阻拦, 都是难以做到。 所以, 他们竟然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道光影急速地对着元池深处窜去, 一时间急得起火攻心, 眼中都是在喷火。 毕竟, 这次让得他跑了, 下次想要再遇见万丈水兽, 可就真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了。 李清禅也是轻叹了一口气, 这可真的是倒霉, 千算万算, 没算到这万丈水兽竟然会金蝉脱窍。 看来这次, 他们和这万丈水兽的元水, 是没什么缘分了。 咦, 不过, 就在李清禅打算自认倒霉的时候, 他美模糊的一名, 因为他见到, 在那海水之中, 一道有些虚化般的身影忽然暴射而出, 如影随形一般, 紧紧地跟在万丈水兽化为的光影后方。 周元, 他惊呼出声, 其他圣子也是心头微震, 目光投射而去, 看见了那道紧随万丈水兽之后的身影。 他们倒是忘记了, 周元一直都是躲藏于海水之中。 不过, 就算此时的万丈水兽被重创, 但依旧不可小觑, 凭他一人之力, 真能阻拦住那万丈水兽吗? 在那一道道略险惊疑担忧的目光中, 圆池深处, 周元略险虚化般的身影, 猛然加速, 闪烁之间, 直接是超越了万丈水兽的光影, 落在了其前方。 喂, 畜生, 你这样就跑了的话, 我的圆水怎么办? 周元望着前方那道光影, 此时的万丈水兽虽然没有了最开始的胸威, 但依旧还是散发着可怕的压迫感。 不过周元脸上, 却并没有任何的畏惧之色, 反而是有些跃跃欲试, 他手掌一握, 天元笔闪现而出, 锋利的笔尖, 直指那水兽光影。 后, 万丈水兽乔德阻拦在前方的蝼蚁, 也是爆发出愤怒的咆哮声, 在他的感知中, 眼前的周元毫无威胁, 跟之前那些圣子相比, 完全不在一个等级上。 所以, 他根本就没有半点的犹豫, 咆哮之中, 那紧盛的巨壁便是宛如山岳一般的重重轰下。 砰, 狂暴的元气在其拳下汇聚, 一拳之下, 连附近的海水都是轰然炸裂开来, 形成了一片真空地带, 威力可步。 巨拳携带着狂风呼啸而至, 周元也是长笑一声, 竟是不闪不闭, 只是在其身后, 有着一道神秘光影升起, 散发着强横的波动。 赫然便是太悬圣灵术, 他竟是打算与真万丈水兽正面硬碰。 高空上, 李清禅他们望着这一幕, 面色顿时一变。 鲁莽, 李清禅忍不住的出声, 虽然现在的万丈水兽已被他们重创, 乃是强弩之末, 但自身的战斗力依旧极为的可怕。 那等攻势, 就算是他们单独对上, 都得慎重, 而眼下周元以为凭借着他那初步小城的太玄圣灵术就能与之硬汉, 简直就是太鲁莽了。 在那远处, 戚风无数弟子的目光也是锁定了海中这一幕, 当即爆发出无数的惊呼声。 不过对于那外界的诸多惊呼与视线, 周元却并未理会, 他望着那呼啸而来的锯拳, 下一瞬, 身后的圣灵光影猛的扑下, 与天元笔相容。 轰, 锯拳携带着可怕的力量降临而至, 然而, 让得所有人震惊的是, 周元竟是任由那锯拳轰在其身体之上。 只是与此同时, 那圣灵虚影缠绕的天元笔也是化为光红暴时而出, 直指万丈水兽光影。 赫然是一副薄命般的打法, 空, 当锯拳重重地落在周元身体上时, 那缠绕着圣灵虚影的天元笔, 也是化为长红, 从万丈水兽光影脑袋之上, 洞穿而进。 周元的身影, 也是如遭重击地倒飞了出去, 直接是被砸入那圆池深处, 沿途的海中小山, 都是连片连片地爆裂开来。 哦, 水兽光影顿时爆发出一道哀鸣之声, 已是强弩之末的他, 终于是在无法承受这最后的一击, 当即身躯之上的光芒便是爆碎开来。 光芒渐落, 所有人都是见到, 一颗约莫丈许左右的金银光体, 静静地悬浮于海水中。 赫然便是万丈水兽的圆水, 天地间无数道赤热的目光望着那如宝石般的光体, 然后视线又复杂地看向圆池深处。 谁都没想到, 周元为了将这万丈水兽留下, 竟然会舍得付出这种代价。 这一刻, 诸多弟子简直是为周元这舍己为人的刀上行为感动的有些热泪盈眶。 高空上, 众圣子也是有些惊讶地望着这一幕。 周元师弟真是一个好人, 楚清摸摸脑袋, 感叹道, 张春秋也是点点头, 道, 虽然周元师弟被淘汰了, 但属于他的圆水, 应该留给他。 李清禅红唇动了动, 也是苦笑一声, 还好有着护身印记, 周元顶多只是被淘汰, 可如果不是有这印记的话, 周元这般鲁莽行径, 必然将会付出极其惨重甚至生命的代价。 先收起圆水吧, 李清禅说道, 众圣子点点头, 然后就打算动手将这最大的战利品收起, 不过, 就在他们身形当动时, 忽然有所察觉, 目光猛地投向圆池深处。 只见到那里, 忽有一道流光升起, 接着他们便是有些目瞪口呆的剑道, 一道有些灰头土脸的身影, 从圆池深处缓缓地升起, 来到那万丈水兽圆水旁, 一把将其抓在手中, 最后破水而出, 踩在了海面上。 周元, 而望着那道踩在海面上, 虽然有点狼狈, 但脸庞上却是挂着灿烂笑容的人影, 这天地之间, 无论是众圣子还是远处那七封弟子, 皆是缓缓长大了嘴巴。 这个家伙, 竟然硬抗下了万丈水兽那临死前的那一击。 怎么可能, 第540张圆水分配, 海天一色的天地间, 无数道师现带着震惊地望着那踏着海水而立的年轻身影, 此时的后者, 虽然略显狼狈, 但从其周身的元气波动来看, 显然是并没有遭受太大的重创。 但这更让得无数人感到不可思议了, 毕竟他们先前可是眼睁睁地看着周元吃下了那万丈水兽临死前的一击。 虽说此时的万丈水兽已是强弩之末, 但那等攻击, 依旧是极为的可怕, 就算是换作其他圣子, 单独相对的话, 恐怕都得慎重。 所以, 当周元毫发无损般地出现时, 莫说是寻常弟子, 就算是高空上的李金蝉等圣子, 都是忍不住地睁大了眼睛。 怎么可能, 赵竹忍不住地出声道, 他倒不是想看见周元被淘汰, 因为就算淘汰了, 待他那一份元随也是跑不掉, 他是无法相信周元能够抗下万丈水兽的临死一击, 那岂不是说, 他们所有人都低估了周元的能力。 其他圣子面面相去一眼, 皆是无法解释, 看来这位周元师弟还真是有些深不可测啊。 楚清只是经过初始的一些惊讶, 便是恢复过来, 然后笑咪咪地道, 不过也多亏了他, 才将万丈水兽拦下来, 不然的话, 今日我们就算是白忙活了。 李清禅也是禽守微点, 道, 其他圣子, 就算是孔圣与赵竹, 也不得不承认, 如果不是周元及时出现, 他们今日的确将空手而回, 说起来, 他们还都得感谢周元一番呢。 这些无用的话就不必说了, 周元拦下万丈水兽, 算是大贡献, 所以我觉得万丈元水, 应该再再多分他一成。 妖妖认真的道, 在他看来, 之前分给周元的两成, 只是破开龙弦真水的价格, 然而眼下周元又是做出了贡献, 自然就应该按照约定给予加成。 毕竟想要达到九龙洗礼, 万丈水兽的元水越多越好, 所以妖妖自然是要以礼俱征。 众圣子嘴角都是忍不住的抽搐一下, 他们望着妖妖娜张美丽得挑不出丝毫瑕疵的预言, 这般人, 本代是宛如仙子般不沾尘埃, 可眼下, 为了帮周元多争取一成元水, 竟是显得如此的真实。 不过, 面对着妖妖娜认真而绝美精致的脸颊, 他们却是半句话都说不出来。 怎么, 我说的不对吗? 妖妖见他们不说话, 柳眉微醋, 她觉得她所说是情理之中, 既然之前定下了按照贡献奉陪的约定, 那么此时的周元, 就有资格要求增加分成。 我没意见, 楚清乔德夭夭谋光投射而来, 连忙率先举手, 对于眼下的结局, 她表示分外的满意, 解决掉这万丈水兽, 比她想象的要轻松一些, 而这种轻松, 显然是因为周元的缘故。 周元让德他省去了很大的麻烦, 不然的话, 今日为了最后的局面, 说不定她得拼一下老命, 那是楚清吉利想要避免的。 而至于万丈水兽的元水, 这的确算是一份大机缘, 但以楚清的底蕴来说, 也只能是一些锦上添花, 并不能让她有质变。 按照之前的约定来看, 周元的贡献, 值得三成。 李清禅想了想, 也是如实说道, 其他圣子文言, 除了孔圣与赵主有些不满外, 也就点头认了下来, 因为连他们也不得不承认, 周元这两次的出手, 极其的关键。 那最后为了拦住万丈水兽逃顿, 甚至以命向搏, 虽然他们也不清楚为何周元能够抗下这种程度的攻击, 但不可否认, 周元是承担了风险的。 海面上, 周元一手托着帐须左右如宝石般璀璨的圆水, 另外一只手掌隐藏在袖中, 指尖有着暗黄色的液体悄然的滴落, 落在了被神魂之力包裹的玉瓶中。 那自然是龙弦真水, 先前周元能够硬抗住万丈水兽 临死前的遗击,正是因为借助了龙弦真水。 而龙弦真水的防御力, 也让得周元极为的惊喜, 那万丈水兽的临死遗击, 丝毫不逊色一位圣子全力遗击, 但即便如此, 也是被龙弦真水抵御下来。 有了这般一宝防身, 就算此时周元与圣子级别的敌人交手, 至少也是有机会全身而退。 不过唯一可惜的是, 周元发现这龙弦真水是消耗品, 一旦离开了圆池, 却少了此地圆龙弦的补充, 就会用一次少一次。 心中感叹着,周元升空而起, 来到众圣子之前。 你没事吧, 李清禅瞧着周元, 上上下下地打量一番, 忍不住地问道。 周元笑了笑, 没有多说, 将手中的圆水抛给李清禅, 道,性不辱命, 这圆水总算是没跑掉。 宝石般璀璨的圆水, 吸引着众位圣子的注意力, 他们的眼神都是有些火热, 毕竟万丈水兽的圆水, 就算是他们, 都是第一次看见。 李清禅凝望着悬浮在面前的圆水, 也是感叹一声, 旋即欲止画下, 元气如光线般的掠过。 痴痴, 障徐左右的圆水直接是被分裂开来, 断裂处光滑如镜, 这万丈水兽的圆水, 已是极其的凝炼, 宛如石至, 其中充斥着玄妙的波动。 这是你的, 李清禅将那最大的一份, 直接抛给了周元。 周元连忙接过, 他望着自己这一份, 犹豫了一下, 道, 似乎多了一些。 有人可又帮你争了一成去, 李清禅瞥了妖妖一眼, 道, 周元也是望着妖妖, 心头有些感动, 他最清楚妖妖的性子有多淡薄, 而能够让得他主动出言相争, 可不是什么寻常之事。 妖妖将李清禅分给他的那一份圆水也接过, 他这里比起周元的要少许多, 不过也正常, 因为其他人都比周元少。 还有这一份圆水对着一旁的吞吞也飞了过去, 他欢快地摇着尾巴, 口水都要流淌出来, 直接飞扑出去, 张大嘴巴就要将其一口给吞了。 不过此时一只修长的玉手凭空伸出, 直接将那一份圆水给抓在手中。 吼, 吞吞顿时怒吼出声, 转过头来, 见到那纤细白玉般的小手主人时, 方才损了下来, 发出可怜巴巴的呜呜声。 姚姚轻轻摸了摸他的脑袋, 极为难得地露出一个美丽至极的微笑, 道, 这次的圆水, 先给周元用, 好不好? 吞吞脑袋摇得跟波浪鼓一样, 当然不好啊。 嗯, 姚姚微笑收敛, 清澈美眸凝湿而来, 吞吞顿时多缩了一下, 呜呜地跑到一旁, 垂头丧气。 李清禅等其他上司见到这一幕, 都是忍不住对吞吞头去同情的目光, 先前对付万丈水兽, 吞吞跟伤春秋一样可是冲杀在最前线, 雷少挨揍, 结果眼下好不容易分到嘴的圆水, 还直接被抢了。 楚清对着叶哥感叹一声, 愤愤不平地道, 看见没, 这小魔女简直无情。 这小家伙又能打又这么可爱, 竟然这么对待她。 她的目光头像吞吞, 眼中满是热切之意, 羡慕地道, 这小东西不知道是什么元兽, 哎, 如果是我的就好了, 以后打架就可以让她上了。 一旁的叶哥翻了个白眼, 要腰手持两份元水, 递给周元。 周元瞧着垂头丧气的吞吞, 也是有点于心不忍, 道, 要不还给她吧。 啰嗦, 玄圆洞天就要开启, 凭你这实力, 若是不趁此时更进一步, 在那玄圆洞天内, 你如何与那个方天交争夺机缘? 你以为那玄圆洞天, 还是在这苍玄宗内的小打小闹? 连这些圣子进入其中, 都有与命之威, 更何况你。 夭夭平静地道, 若是你觉得亏待了吞吞, 那就先提升自身, 那玄圆洞天内必然会有着 比万丈圆水更大的机缘, 到时若是遇见, 你帮吞吞抢来补偿她便是。 周元苦笑一声, 也就不再矫情, 将其结果, 认真的道, 在那玄圆洞天, 我会帮吞吞找一份机缘的。 夭夭这才起首威点, 而当众圣子将万丈水兽圆水分配完毕时, 在那后方, 围攻岛屿的无数水兽, 也是伴随着万丈水兽的被击杀, 开始纷纷退散。 无数的水兽嘶吼中后退, 最后驾驭着浪潮, 对着四面八方逃散而去。 岛屿上, 七封弟子望着那退散的兽潮, 也是如是重负地松了一口气, 此时的他们, 也是接近极限, 若是再持续下去, 恐怕也是难以支撑了。 在紧绷的精神放松下来后, 那无数的目光都是投向远处高空上的众圣子, 紧接着, 便是有着真耳玉龙般的欢呼声响彻起来。 这一次百年难得一遇的圆池记, 总算是被他们戚风联手, 共同地抵御了下来。 而当那欢呼声响彻起来时, 青阳长叫那宏大的声音, 也是在这一刻, 回荡于天地之间。 恭喜朱弟子, 度过, 圆池记。 这次百年难得一遇的圆池记。 我来说这次百年难得一遇。 我来说这次百年难得一遇。